Hello, 大家好 这几天天气是否非常漂亮 大家生情都漂亮很多 我们北部比伦敦冷一点 上星期去公园走一转 看到櫻花都借光了 要看的话就等下一年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附近的公园 或National Park 去看看 英国的春天和夏天 是非常迷人 春天和夏天 也有很多人喜欢种植 很多朋友在家花园 或八丫 都种花花草草 非常漂亮 非常有生机 我种花之外 我也种植蔬菜 去年也分享过 今年我再看看我们的成绩 我两个星期前 种植的豆苗 现在差不多到星期尾 我都已经吃得了 还有些沙拉菜 我每年都种植的 在英国买都挺贵的 一磅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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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我买了两大包的沙律菜 选择一些比较粗的 拆在泥里根本不需要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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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个星期天气不差,温度有十多二十度 这些温度是西洋菜最喜欢西洋菜的温度 除了可以煮汤、火锅、卷菜,包云吞都非常好吃 这是我第一批西洋菜,我觉得它老了 这次来煮汤 煮汤很简单,有些猪骨、西洋菜、苏米、红萝卜 一定不少的,有些螺头 有没有都没所谓 还有蜜棗、蓝不衡和果皮 果皮最好预早做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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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所以有些材料都准备好了 猪骨和螺头出水 还有红萝卜、苏米还洗干净 然后准备一些冻水 果皮是冻水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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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然后除了西洋菜,所有材料都放进去 一起用水煮 西洋菜一定要水沸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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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菜放进去,再继续煮 西洋菜不算太多 煮出来的味道都挺香 大火煮15分钟后 转中小火煮1小时 1小时后,加少许盐 试一下味道就好了 很快就有汤喝了 哇,这汤非常鲜甜 非常好喝 自家种的有机西洋菜 当然好吃 更加有成就感 说真的,很容易种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起床